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大佬为你分享的是 这几种鼻香虽然不好看 却是富贵的象征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玄胆鼻 所谓的玄胆鼻就是指山根纤细 而鼻头咽喉 鼻翼饱满 像是玄整 的猪胆一样 在面相中又成为玄胆鼻 而此鼻香多半是在中年开 始发家典型的先贫后服的吉项 就算是白手起家也能够成才 1.但发家就能够长久坚持下去 聚集财富 2.蒜头鼻 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样的鼻子不好看 但它却是富贵鼻的一种 所谓的 蒜头鼻就是鼻子比较短且鼻头大 山根较低 鼻翼丰满 有这种鼻香的人往往更适合做生意 鼻翼在面部未财固 鼻翼丰满而且大的人鼻 较聚财 如果鼻孔不外溜的情况下 其财运极旺 非福即贵 很多意义 万富翼都有这样的面向 只要在事业当中坚持一个目标走下去 在中 年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贵生活 3.伏西鼻 伏西鼻的形态跟犀牛角有些类似 属于鼻高肉少的特征 面部无关当 中鼻子是体现立体感的关键 鼻子高的人面部立体感比较强 有这种鼻香的人注重精神生活 我们都知道精神是建立在物质之上的 所以 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求 有此鼻香的人会付出百倍的努力取得成功 他们对待生活充满期许 对事业更是野心勃勃 在不懈的坚持下 财运愈发旺盛 其财富完全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 4.阴勾鼻 阴勾鼻在很多人看来是阴险狡诈的象征 这需要看具体的情况 如果一个人有三百眼配上阴勾鼻 则为人比较奸诈自私 而单纯的 阴勾鼻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负面 反而是毅力的象征 有阴勾鼻的人 那具有顽强的拼搏精神 这种鼻香可能没有算头鼻那么富贵 但岂能 靠着自己的坚持 而打造出一般属于自己的事业 小日子也是富贵有余 5.阴勾鼻 阴勾鼻的夜点在于鼻梁高 鼻头大且圆 但鼻翼却不大 这种鼻香的 人对生意有敏锐的嗅觉 总是能够洞察到商机 他们的家庭环境不一 并很好 可天生就有经商头脑 在年轻的时候生活多劳苦 中年之后 随着财富的积累 人生越历的和人脉变得更加丰富 因而财运逐渐走 入正规 正财运非常旺盛 不光衣食无忧 而且晚年运食也凌人险 目 6.龙鼻 鼻子山根高耸透天 鼻子圆龙不露鼻孔 视如玄胆 不屑不偏 箭台 庭位分明有收 左右法令文清晰分明 人中 中正而分明者为龙鼻 常有龙鼻的人聪明智慧有文凭 多才多能 财富万贯 如若其他乡里 不为俱佳 则观允亨东 职权事业一帆风顺 一生贵人多主 七子贤 惠美丽 子孙满堂 一生享尽荣华富贵 七鼻子山根有致 山根是鼻子的根部 正好处于双眼之间 这样位于面部中线的部位 一般来讲都不宜有致 山根有致的人 只适合走正财运 一些高风险 投资和博彩 最好不要接触 以免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在感情方面 这类人流清源前 不太能够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因此 婚姻上也遗遭挫折 八 鼻子鼻痒有致 鼻梁在面相中被称作年寿 代表着人寿命的长短 因此鼻梁应笔之端 正不宜起劫歪邪 更不适合长治 所以 鼻梁上的这往往代表着困 难和阻碍 鼻梁长治的人 一生运势起伏波动大 做事亦不尽如人意 这类人要 在事业上花费比别人更多的精力 才能有所成就 九 鼻子鼻头有致 鼻头也叫做准头 准头有致的人 一般在求财之路上 多有贵人相助 自身付出知识 总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他们财运旺盛 赚钱很容易 并且 这类人心性纯良 为人热情直爽 但是需的注意 做人做事不 可太过直接 在蓄财方面 要学会理财 不要大手大脚 花钱如流手 便可留住财富 甚至富甲一方 十 鼻子鼻翼有致 鼻翼是财博宫中 最能代表财富储存的腹库 鼻翼丰满油肉 则 代表这个人理财和蓄财能力都很强 若是鼻翼有致 犹如在鼻翼上开 勒个洞 那么必然导致财库受损 人的财运也会随之流出 鼻翼肠制的人 也要注意自身的身体素质 平日里要多注重三餐饮食 与肠胃健康 以免被病痛找上门 二 破财鼻子的特征 一 三弯鼻 所谓的三弯鼻 就是指它们的山根微微的底线 而且鼻梁凹凸不平 整个运势不佳 在一般的情况下 拥有此种鼻象的人 他们往往都会 在事业上很难取得成功 一生多有劳碌奔波 中年的运势发展不顺利 而且脾气性格粗暴 容易与人发生各种的争执 日子自然也都是贫穷 知相 难以稳定 估计连自己的温饱都难以解决 生活上的压力自然 也都会比较大 事事不如意 二 见鼻 所谓的见鼻 就是指一个人的鼻梁处 明显的肉骨无肉 整个呈现刀背 壮 看起来比较尖 则往往他们的鼻翼不丰 看起来比较尖 则往往 他们多半都是一些尖酸刻薄之人 喜欢各种的算计 为人比较固执 喜欢奔波劳碌 所以这样的人 往往事业 人际关系都处理不好 所 一会导致财富不丰 一生就是奔波劳碌的命 越是往后 日子也就会越 划 三 阴沟鼻 所谓的阴沟鼻 就是指一个人的鼻梁微微的弯曲 而且鼻头下垂带肩 从而呈现阴嘴状 走往往这样的人 多半都是一些自私自利之人 喜 欢把金钱放在首位 就算是与人交往 也会把钱都看得非常的重 容易聪明反被聪明无 日子终有一半 甚至喜欢利用自己的亲人 小钱 自己最后钱财没有拿到 还会落得六亲不认 甚至最终闹的重盘清理 的局面 四 九糟鼻 所谓的九糟鼻 就是指鼻头总是发红呈现赤红色 整日都湿湿的 二 拥有这样面向的人 性格方面过于的搔手弄姿 对待男女的事情上面 非常的热衷 而且这样的人 多半都难以孕育自己的子女 也非常的 容易行客自己的伴侣 这样的人 不是不赚钱 只是没有存钱存钱的 本师把钱都会花在无用的地方上 从而导致钱财守不住 常常是无 原无故的破财 五 寄于鼻 在面向中 所谓的寄于鼻 就是指 山根间隙 鼻梁干瘦 中间会有 略微的隆起 鼻头尖尖向下 一般有此鼻象的人 没有上进心 无论 是做什么事情 都是抱着一副得过且过的心态 只要自己吃饱 不会再 故家人的温饱 婚姻生活不美 常有矛盾发生 就连家人的温饱都紧 绝不了 没啥的成就 让人瞧不起 六 狗鼻 在面向中 所谓的狗鼻就是指 年上 瘦上高耸 准头 蓝台 挺胃 低线 鼻尖中间有一凹痕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塌鼻梁 一般有此 面向特征的人 赚钱没有气势 经济上不会怎么富裕 凡事都会算紧 得比较精明 一点的亏 也不肯吃 但是为人小心谨慎 亦肯有大的局 动 一辈子浑浑饿 成步要大气后 七 截筒鼻 所谓的截筒鼻 就是指鼻子像是一斜坯的竹筒扣在脸上 准头端正步 偏不斜 山根略低 年上瘦上丰满 鼻梁端正原直 而有此面向的鼻子 做事有魄力 有野心 雷厉风行有大度量 一般有此面向的人 生活上具有非常强的忍耐力 能够保证赚大钱 生大财 财运滚滚 但是这样的人 看财过重 容易做出偏激的事情 连累佳人 八 鼻翼肩薄 鼻子是五官之一 也代表着财运如何 可以看出一个人财运怎样 鼻翼肩薄的人 挣财运不太好 但此人的偏财运往往极为旺盛 只是 求财之路会比较波折 这种面向的人 在自己财运 比较好的时候 会经常把赚来的钱拿去享受 以致 在自己财运不好的时候 手头也会 很紧张 日子结局 如果可以把自己赚来的钱 加以利用的话 比如 基金或保险 这样会比较稳定 以免存不住钱 九 露孔鼻 露孔鼻在面向学中 也叫朝天笔男人 是存不住钱财的表现之一 他们对钱财没有什么概念 有就想花 从来不算钱 还有一批是购物狂的类型 只要相中的东西 不买到家是绝不罢休的 不过这样的人有一个优点 就是朋友多 因为出去休闲娱乐 都是这样的人抢先消费 属于破财的面向之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